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會挑戰這個場館 錦匯陣 我們會挑戰這個場館 這個叫青木 別名是超凡脫俗上班俗 我們就看看他多厲害 他是普通是保可夢的高手 其實普通是挺難打的 弱點不多 而且他的招 大部分精靈對他的招都沒有抗性 除了石頭屬性和鋼屬性 對普通屬性特別有效的印象中 只有格鬥屬性 當然我們也有些 相對應可以克制他的精靈 但對手也不是傻的 他一定會有些招刻制 他應該大概都知道我會用什麼精靈 格鬥精靈一定走不漏 我一定會用 那我自己也有幾隻格鬥系的精靈 我會用厭世 那... 這隻 也是格鬥的 還有這個 這個我也是格鬥的 好... 普通我換走這個 光...我覺得這隻也可以拿出來放一下 因為有機會... 至少我克他不到也不會被他克住 如果他真的用普通屬性攻擊的話 但當然他未必的 他大概都會猜到我用這些屬性 他那些可能會有飛行屬性的攻擊 或者... 超能力屬性的攻擊 因為這兩個都是克住格鬥屬性 Anyway 我們在這裡挑戰他的場館 看看他的... 測試是做什麼 我猜到會不會撞到利幕 我見到你走進道館 所以就跑過來 上次沒辦法跟你對戰 真的對不起 喔... 完全不是你想的感 我不是想跟你對戰才追上來 可是... 我還是想跟你稍微過過招 可以嗎? 可以啊... 但我的精靈都換成格鬥系 我很想用適合現在的樓主的寶可夢 來跟你對戰 抱歉 給點時間 我想想應該用什麼精靈 趁這個時候 樓主你就先去挑戰道館吧 我以為他馬上打了 那我先做一個測試吧 歡迎光臨感會道館 名字就是樓主啦 想跟本道館的館主稱目對戰 就必須先通過道館的測驗 測驗就是 點一道秘密菜單 合格條件就是 在感會鎮的超人氣餐館 保食堂點出他們的秘密菜單 目前除了你之外 鎮上還有三個道館測驗的挑戰者 參加的每一位都分別知道 一個關於秘密菜單的提示 請他與其他挑戰者 互相補可夢對戰 並由輸的一方 告訴贏的一方 自己擁有的那個提示 最後根據收集到的提示 向保食堂的店員 點這個秘密菜單 成功點賽的那位挑戰者 就是合格了 樓主你的提示是 常客的吃法 可以去向保食堂的常客打聽一下 好麻煩 去保食堂先 常客的吃法 即是甚麼意思 常客 保食堂 你在哪兒 我不知道保食堂在哪兒 是不是這個 誰是保食堂 你呢 哦 他這個也是接受測驗的 這裡是保食堂 即是Food Court 加萊子 真的用了普通屬性出來給我打 其實這招很少 其實這招很少 但我那招滑低他 真的要敵人的重量很高才會很見效 對 藏飽律鼠應該都重的 我繼續用這個 我繼續用這個 滑他吧 好像迪士尼的公仔 我覺得這隻 咦 夠不少 他全部都用暗黑屬性 不是暗黑屬性 呃 惡屬性 我常常會叫做暗黑屬性 因為我以前玩英文版主要 英文版的惡屬性是叫Dark 所以我就常常覺得是暗黑 好 如果他再 最後一隻精靈 我在想如果他再有 我要換 下一隻就不知道 鬼計 鬼計是不是 對了 惡屬性 大幅提高特攻 這些旁邊左道我不用 我全部都是 攻擊招數 嘩 四千多元 提示提示 你不要 裝傻 兵棋 摊位的不足之客 兵棋 摊位 我先換另一隻 我這隻其實 打一些降屬性就好 就換了 毒呼蛙 毒呼蛙 毒呼蛙我們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好好的招數 都是用踢倒 這樣啊 那我唯有用回路卡利歐 但路卡利歐本來就 都高高的 我有沒有招式 按錯東西 有 有沒有格鬥的招 可以教他們 呢 格鬥招 這個火 來的 格鬥招是什麼顏色 顏色 是 就這樣看 咦這個撲擊 用身體撞向對方 自己防禦越高 吸引對方 越大 但只可以給 土撥鼠 要去整招 算了那我們用 什麼 路卡利歐 一個很典型屈肌的 寶可夢 應該是這個 兵棋林 我是不是可以隔著 攤位跟你說話 咦他真的變了寶可夢 你? 不是你了很明顯 很明顯不是跟你說話 我怎麼跟人說話 我怎麼跟人說話 他就說兵棋林 這裡 我不吃 想 不讓我跟小妹妹說話 那就是不是這裡 這個? 嗯 你? 那我只剩下這個阿叔 可麗餅這個你買 騙人呢? 冰棋林店的不足之客 是不是你? 這就是寶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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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穿的 怎麼穿的? 不行啊 不讓我按它 你是不是? 你是嗎? 你在這裡欺負小孩嗎? 學生阿祥來挑戰 土龍BD 不要怪我了 土龍好像都重 到最後還是用這招 哇 我這一下一定要擊敗他 要不然我會睡著覺 波導彈 波動拳 阿波劍 太差了 快點說你的提示是什麼 藍色的鳥 寶可蒙的聲音 我好在意這個迷魚一般的狼 根本沒有人專心對戰 奶啊 冰棋林的不足之客 聽 喔應該會說話喔 會說話喔會說話喔 就是這樣 分開吧 只不過是小菜一碟 小菜一碟小菜一碟 兩碟兩碟 兩碟 冰棋林 冰棋林的姐姐也說了句話 寶可蒙的最愛 寶可蒙的最愛 兩碟 我們是常客不知什麼 這個好像是對手 打完你我應該就知道 測驗的答案是什麼 阿秋瑞 這隻又是重的 每隻都重的 你 好給我4錢 說你的答案出來 錢的好賺啊 被樓梯包圍的黑暗 這麼複雜 被樓梯包圍的黑暗 兩碟 好可蒙最愛 還有我自己的常客什麼 好可蒙的 這裡真的有間餐廳 嘩 點第一道秘密菜單 那麼請點餐 嘩 怎麼知道啊 不知道啊 隨便 對啦 為什麼會是牛扒呢 蛤? 我覺得不對咯 蛤? 這個有點難啊 要這樣想 我自己那個 提 再看一次提示 冰棋想攤位的不速之客 好可蒙的最愛 對呀 保可蒙的最愛 看起來真的好吃 這個真的這麼難 兩疊兩疊這個應該是二人份 即是提示不是那個人說話 而是那個人說地點會有些東西可以看到 吉拿棒? 滿主是上客? 我那個題目是...什麼常客? 館主是常客...我要知道館主吃什麼 嘩...死了 嘩...這兩個人什麼樣子? 跑起了 嘩... 陰暗的樓梯 分量就是兩碟 這個是冰麒麟攤位的不速之客 來尚尚看 喔...清涼感 嘩...怎麼搞呢? 這次真的被他考起了 被樓梯包圍的黑猫 樓梯就只有這裏 啊...深處車彈 大字爆炎 咦...兩人份 大字爆炎 兩人份 大字爆炎 大字爆炎 都可以 大字爆炎 只要用兩倍 只能爆炎 不要有胃 這裡是冰淇淋攤位不速之客 現在不速之客還沒解到 黑暗包圍解了 剛才有一個地方不是說 管主是常客 我想要看看這間要吃什麼 不是這間嗎 哪間 有一間說管主是常客 寶食堂 聽說管主是常客 寶食堂是 不是 這個不是冰淇淋 沒有這個吉拿棒 這麼大整骨 冰淇淋 不速之客 味道真棒 好飽喔 好飽喔 猜吧 至少我現在有兩個答案是肯定的 好飽喔 吃什麼的 其實這間寶食堂 唉 進來會不會都聞到一些線索 好飽 Marion 他聽說 似乎他明說 有一個大吃 令人大吃一驚的機關 秘密菜單我不清楚 上班族穿我穿吃我吃 你就是常客嗎 沒錯我上來這間店 你就是挑戰者 擠點檸檬好吃點 咦 檸檬 檸檬 那現在是欠第一個是什麼材料 試一下線應該都OK了 我覺得第一個可以撞得到 但他說不速之下 烤飯糰 烤魚 牛扒 歐姆蛋 尖蛋 這個真是撞 隨便吧 剛才選過牛扒 兩人份 火候是大致爆炎 那就要配檸檬 那要是對又是不對 廢話 那不是牛也不是歐姆蛋 那就敲飯糰 二人份 大致爆炎 檸檬 worse 唉0 還不太猛 哎 ja 看來 冰奇林店的不速之下和烤飯團有什麼關係呢? 我餵牠吃藥算了,我不特地回去補 反正我藥其實真的有很多 好,那我們由低級的開始打起 因為我也要順便練一下牠們的經驗值 來吧 究竟這個大佬是怎樣的 這個賭神只是被人看見牠的背面 你要挑戰超凡脫俗上班族 道館管主青木嗎? 是 是不是就是那邊懸處坐著吃飯的上班族? 提示我檸檬那個 牠的背影一樣樣的 青木想搶咯 對啦,真的牠 就是這個上班族 牠的樣子真的很普通 你好,Bulijewa 我就是派住在錦會道館的道館管主青木 辛苦你了 嗯,現在店除了烤飯團,其他的東西都很好吃 這麼有趣? 咦? 除了烤飯團 一直閒聊的話,我會被上司罵的 我們開始對戰啦 真是上班族的樣子 還要拿著我這樣的袋子 你好,我是青木 多多自教 Yorosu 嘩,牠放下袋子 弄一弄領泰,即是牠認真 樹熊仔一隻 樹熊仔一隻 這個都算是飯後的消化 我就適度地跟你對戰一場吧 嘩,很自然呢 看到牠的樣子就會想把句話 平鋪直序地讀出來 沒有一揚頓錯 像我一樣呢 善用二招 令到你中毒 蛤?沒有效? 因為牠絕對睡弦 竟然有這樣的招 唉唷,我會睡著覺 下一槍 趁現在重擊牠一下 好,一起睡覺 讓我自然醒吧 我覺得我可以醒醒 正在呼呼大睡 摔打 重創 起床 還不起床 被人打了一下 你也不起床 好了 醒了 還睡 你真的輸了 嘩,我睡著了你也打我不中 你真的拿樓灘 好 快醒 滑了一格 做得好 吐龍折折 即是吐龍弟弟的進化版 換吧,我們換吧 寶可夢吧 我們有這麼多 換氣勢猴 如果沒什麼特別 我就氣勢猴打到尾了 反正有得 因為牠普通屬性 對鬼屬性是攻擊無效 我這隻是鬼屬性 那我就靠牠盡量克制 牠用的精靈 全部都是黑眼睡的樣子 證明想班族真的很喜歡睡覺 沒有黑鷹嗎 普通加飛行 我用格鬥就沒有效 好吧,我用Bubble兜貝 電的 飛行屬性怕電 沒問題 跟比上司訓斥相比 我還大可撐得住 這隻挺殘留的 看你撐不撐得住我 電光 你很有實力 我好像就快越輸了 那怎樣 喂,清目 麻煩你打氣精神 肚子餓的客人正在等著 請展現你厲害的一面 嘩,幹嘛 這麼多人衝進來打我 對 汪,是一位 他們這樣說 我快點了一點點放鬆吧 啊,真的有些認真 但它變了會變甚麼屬性 普通飛行可以變成有普通的 鑽石是什麼 鑽石是什麼屬性 死了 我不知道 很明顯不是飛行 我現在電屬性對他無效 社會人所擅長的招式 不介意我使出吧 硬撐 我試試能不能用格鬥打到他 嘩 猛推 推到幾下 不像是普通屬性 我不知道這個鑽石 效果絕佳 硬撐這招人扣多少打回我 真的 但是沒有了 我要收拾你了 完成 你可以收工了 輕鬆 收工了 我吃了一敗 只有六千多元 上班族這麼窮嗎 真是非比尋常的實力 讓我一不留神就沒有表情了 我打輸了 因此我把這個徽章交給你 不過 很肚餓 經過這樣一戰我肚餓了 你要不要一起吃飯 嘩 一起吃這個烤飯團 有五個道館徽章以上 等級四十五以下的寶可夢 就比較容易捕捉 還有會乖乖聽話 嘩 你請我吃嗎 多謝 好像你這樣 活力十足的孩子 大概不需要 不過我都給你 好得到這個招式學習 起零二五 硬撐 嘩 這些真是打工仔 你必須的技能 如果自己陷入中毒麻痺 灼傷等狀態 就會向對手使出這招 威力變成兩倍 這裡的料理味道好夠 好好吃 這餐就是我給錢 好歹我也是一個大人 那失敗了 好耶 打完 那我是不是要跟莫莉又打 嘩 又是你這個 恭喜你戰勝了導管管主 我之前聽申利說過 有位奇特的訓練家 果然就是你 我觀賞了你剛才的對戰 你真是一個出淚拔萃的訓練家 等你再接再來 晉升到冠軍之後 請務必來我 什麼 請務必讓我在那不救的將來 招募你盡保可夢亂 劉主我決定 好願和你對戰的寶寶 我見到你在道府的對戰 你又變成了 冠軍來了 好救不見 咦 守直 怎麼都在一起 試肯離開的人 咦 原來我 這位的Editor 站在什麼 站在大家都向我 是冠軍級 最終頂端的 守直冠軍 也次 他的貧位 也次 現在是貧路 想貧路 也貧路 我同時都兼任 寶可夢聯盟的會長 嘩 這麼厲害 這麼年輕的 好奇 你不是說自己 忙得分身分 為什麼我時間試刷地盤呢 就平時 我那次來這裡 是為了招募前 告別的人 就是我 啊 劉主 你這個名人 我真是第一個 看中劉主的人 你守直尾 都不可以搶人 嘩 你真是守門 對了 劉主 我們約好了 和我保可夢對戰 快點快點 我們去對戰場 還不足回敵 咦 有什麼事 我親切希望可以參觀你們的女子 我親切希望可以參觀你們的女子 噢 哈哈 我完全沒問題 劉主 你不知道要怎麼樣 無所謂 感謝你 我很期待兩位床 床上的空房 我想說床上的空房 我先去看哪 可不可以換精靈 和 補給一下 先和你打 好 等我再幫劉主你說明一次 只要打片各個道館收集徽章 就可以挑戰寶可夢訓練家的最高峰 對 就是寶可夢聯盟 位於卓台市西北邊 寶可夢聯盟是具有最強稱號的訓練家 也就是冠軍級訓練家全新誕生的地方 只要收集到八個道館徽章 就有資格參加 和最強的考官對戰 獲勝的話就可以得到冠軍 想像一下到時的心情 然後現在就來模擬訓練 對戰 目標是最高峰的舞台 讓我們一個決勝 嗯? 稍後 留住你的寶可夢看來 對不起 我一心想快點開打 我沒有顧慮到這一點 多謝首席 一切就緒 來重新準備好心情 讓我們打出一場收穫多多的女展 我換精靈才行嗎 我先抽獎 現在一次才請了 我直接拼你 等他的精靈 IT 把它打掛起 洗掉幅拍子 沒有感到的 跑好不動 我這隻 trained 好像不認識 一隻招手 那我就 其聖人板 一隻招手 神力弹 效果热界 劈跳很厲害,而這支牠的兵力威力 不夠大力 太差勁了 追北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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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 走開 跌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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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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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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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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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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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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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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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開頭解決了,難了一點點 我覺得與沿途有關 我現在跟沿途不肯定 可能跟沿途有一點點力量 但現在要解決了 我們都打贏了道館主和沿途 我們今集就到此為止了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和訂閱 我們下集繼續推動 拜拜